股份轉讓者 財閥 我就是要求你要全部清算完畢啊 哪有說你清算不完畢的 我信託繼續賺那個錢 那我就財閥 不斷的財閥到你出讓 就是轉讓完畢為止 我認為那才對 我不接受信託的概念 你的看法呢 我們在45條新的 這個條文裡面 的這個第二項 它是有一個處罰的這個規定 那我贊成委員您的意見是說 關於不得盈利的這個部分 要重演 這個我們是贊成 所以將來在這個修法 這個文字上 要怎麼樣才合適 這個我們也是持開放的態度 就是回到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不能造成不公平的 一個競爭環境了 所以您剛才講的財閥 我尊重 但是我提醒的是 那財閥只有針對 叫你信託你沒有信託 半年後要開始財閥 那我的潛見是認為 連信託都不應該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楊仲務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委員你好 市長應該是一個早上下來也蠻累了 最近很忙 早上有看報紙了沒有 看了一份報紙 看了一份報紙 那就未必是我手上這一份 我早上看了一份是聯合報的 他的頭版裡面寫到說 他剛完成的一個民調 他說 檢討台灣停滯不前的主因 賀